1860年 两个强盗手牵手进入圆明园 他们疯狂地掠夺这里的一切 直到他们的口袋装满 然后才不情愿地离开了这里 但在他们离开之前 他们还不忘放火烧了无法带走的宝物 而那些发誓保卫圆明园的中国工匠 太监和工女都被他们烧死了 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1990年 这两个强盗又带着另外六个强盗再次来到这里 因为这两个强盗 之前已经把这里最有价值的东西都抢走了 所以剩下的六个新强盗 愤怒地砍掉了精美的圆明园柱子 锯断了木桥的桩子 抠掉镶嵌在上面的宝石 这八名盗贼再次装满了口袋 笑着离开了这里 这一次他们仍然没有忘记放一把火 一带万元之源 就这样彻底沦为废墟 面目全非 据不完全统计 圆明园被掠夺的文武大约有150万余件 上至先秦时期的青铜礼器 下到唐宋圆明清的奇珍异宝和名人字画 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 毗林一和园 素有万园之园的称号 是建于清康熙年间 原为康熙赐给雍正的园林 康熙为其体贬为圆明园 圆明正是雍正的法号 所以圆明园也可以叫做雍正的园子 雍正继位后决定扩建圆明园 在其东侧修长春园和喜春园 圆明园三大主园基本形成 乾隆年间 圆明园继续扩建 建造了著名的西洋楼 嘉庆年间 圆明园主要进行修缮工作 到了道光年间 虽然国家衰落财力不足 但圆明三园的重建和装饰动作仍在继续 圆明园的建设历经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五位皇帝 乾隆时期是最繁荣的时期 圆明园最盛时 有100多处景观 其中有40处被称为圆明园四十景 这是指圆内独称格局的40处景观 每一处都是一个圆中圆 他们形态各异 自成格局 乾隆让当时的宫廷画家 画了圆明园中的40幅风景图 这些画作精美而直观 建筑物和泉水风格非常现实 是中国成就最高的工笔彩画 所以看到四十景图 就像看到了圆明园当时的盛况 这对还原圆明园的真实样貌意义重大 乾隆鼎盛时期 园内悬挂牌匾的建筑数量达到了600座 也就是说 整个圆明园包含了600座小园林 这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 古今中外皇家园林之首 圆明园的建筑面积达到了16万平方米 比故宫的15万平方米还要大 从清朝建立到中期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但从乾隆中期开始逐渐呈现出衰落的趋势 但在中国出口方面保持着很大的优势 特别是在茶叶 丝绸和瓷器方面 19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 仅对英国的贸易顺差 就达到每年300万两白银 为改变这种不利的局面 在英国王室的授权下 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向中国走私鸦片 获得了巨额利润 1838年 走私到中国的鸦片达到1400吨 中国对走私者处于死刑 并派大臣林泽徐禁烟 这侵犯了英国的利益 由此引发了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最终 清政府战败 被迫割让香港给英国 随后几年 英国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条约的计划 希望进一步扩大其在中国的优势 但遭清政府拒绝 于是 英国政府以罗亚号事件为借口 再次对中国发动战争 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1856年 英军开始进攻广州 随后几年 他们继续北上 打到周山 燕台 直到1860年 英法联军攻入北京 因为英法在进攻中国的过程中遭遇抵抗 所以英法联军决定对中国进行报复 他们来到了举世闻名的袁明园 袁明园虽然有守军 但面对拥有洋枪洋炮的英法军队 自然是寡不敌众 就这样 3500名英法军队疯狂地抢掠袁袁明园 最后 在英国首相的指示下 袁明园被烧毁 大火燃烧了三天三夜 园内60%以上的木结构建筑被烧毁 袁明园的文物 从先秦时期的礼器青铜器 到唐宋名人字画 以及各种奇珍异宝被截掠一空 对于那些拿不走的宝物 全部被他们砸坏或焚烧 数以千计保卫园林的太监 被杀害 烧死 袁明园被毁后 慈禧想修复袁明园 然而在修复了不到一年后 就因为国库空虚而放弃了 但还是恢复了其中一些景观 但在1900年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北京再次被攻陷 袁明园又一次被洗劫一空 这一次 袁明园被彻底洗劫 化作一片废墟 清朝灭亡后 北方的军阀 土匪村民 几十年来不断地掠夺 袁明园里的废墟 连地上的泥土 都被一遍遍地筛选 可以说 袁明园已经成为了一堆废墟 我们现在看到的部分景观 还是由一些追回的文物搭建的 而被掠夺的约有150万件文物 均为稀释真品 而文物的主要流向为 英国大英博物馆 中国馆两万余件 法国风丹白鹿宫三万多件 剩下的一百多万件 大部分已经流落到欧洲民间 不知去向 不过有消息说 有人要重建袁明园了 而且马上就要开园了 这个人就是恒电集团董事长 徐文荣先生 这位老先生已经86岁了 当年在他提出这个项目时 他不仅受到了很多专家的批评 还受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 但这并没有阻止他 相反 他更加坚定了这样做的决心 其实 徐文荣之所以要在别处重建圆明园 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他是一个商人 也是一个很有远欠的商人 当我国开始发展旅游业时 他就清楚地意识到了巨大的商机 他知道旅游业是未来的暴力行业 所以他投资了旅游业 在美国看到好莱坞的时候 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 印度有宝莱坞 中国就不能有中莱坞吗 恒电世界影城 由此诞生了 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常复制各种老建筑 所以有一种莫名的感情 每次看到破旧的颐和园时 他的心中总有一种失落感 圆明园是多么的宏伟 现在却如此破败 所以他想让子孙后代 也能看到圆明园昔日的辉煌 在他的努力下 这个项目终于得到了国家的批准 在融资方面 他也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 他很快就筹到了300亿的资金 2012年 该项目正式开工 并于2016年竣工 咸龙肃前 圆圆月 咸丰七零 断残垣 夕阳楼下 生荒草 海燕堂测 仪石归 怅然兮看 几寒鼠 料笑枯黄 苗苗天 半桥意念 清代瓦 国人满横 那拉市 这首圆明园思商 倒进了无尽的凄凉与忧伤 在鼎盛时期 如果我们有能力 重现当年的伟大建筑 有能力恢复其原貌 我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重建圆明园 我们看到的 不只是它的商业价值 更重要的是 对历史的敬畏 以及永远铭记曾经的耻辱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